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心甘情愿留下来了 不然拿受得了每天凌晨12点 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市场里揉面团 揉到天亮 那个压面压的跟手感的有差 虽然这行动不漂亮 可是揉的话 它的手感有差 吃起来口感也有差 他说手揉的温度 才是馒头好吃的关键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温暖真挚 而这也是市场教会他的道理 还好就是 腰果核桃 葡萄三种 还有南瓜子 这都新鲜 它是现磨的 麻烦那个 我们面条那个大嫂 食材几乎都取之于市场 黄振青从小在这里长大 跟着妈妈卖菜 但以前他可是非常排斥 跟这里扯上关系 你来这边就熊哥讲台语 那我也听不懂 所以我也不太融于 这个市场里面 以前看他同样觉得好办 因为不会跟他们讲话 每天就很闷的这样 就是市场回来就这样 所以你以前觉得自己的生活 很被压抑跟远切 对啊 因为觉得没什么前途 就这样过日子 专科毕业后 他急着逃离 正好赶上民国七零年代 经济起飞 黄振青当起房仲代销 以为人生从此翻转 怎么晓得 迷失在五光十色的夜生活里 穿西装打领带 跟以前穿拖鞋 穿短裤这样感觉 好像又不一样了 这些颠倒 晚上都这样子 常常都起来的时候 在公司楼下 这样也做不是很好 就是这样 到最后去转土地 土地 因为认识的朋友 土地他们有赚一年 零收入有算一亿的 也有 有一个 我认识一个 然后想说好吧 那我们去做 做了一年是零收入 谢谢 谢谢 经济压力连三餐 都存了问题 所以即便千百个不愿意 黄振青也只能 硬着头皮回市场 重新开始 八点了吗 采访到一半 原本在摊位上忙碌的 黄振青却突然消失 老板 你该怎么做 有点心啊 对啊 因为那个 他本来不是我开的 是另外开的 因为他妈妈在住院 他去医院 所以我帮他开 开我们市场的 八点钟 他抽油烟 总开关开 大家让我们互相 有时候他没有开门 也是我帮他开门 那你有想过 你有以前会跟他们 这样打成一片吗 以前的你好吗 没有没有 以前没有想到 以前就是 就想离开这里了 他怎么想要跟他打一片 摊商间的帮忙合作 是他过去 不曾想象过的生活情境 你都会一直看镜子 对啊 我要出炉啊 要看啊 那边要烤啊 要刷啊 本身个性就比较急 我最近就比较急性 市场去买货也是很赶 因为之前买菜也是 你要买货 对用标的人要抢标 最近马完就跑 那时结束业务工作 心不甘情不愿 第二次进入市场的他 还不会做包子馒头 唯一拿手的依旧是卖菜 为了不想天天闷在市场 他改做教菜 就是依照餐厅摊商需求 批发蔬果 送货 人家客户要菜 你就得送过去 对 那台风我们都要送 然后它不开我们要收回来 后来就不太想 或许它比较好 销菜有一定的利润 就抓得出来 所以算还比较好 利润虽然不错 但月节收账风险也不小 一个不小心 就被一家自住餐店 倒账一百多万 只是可能太想离开市场了 他不但没有要对方还钱 还多花一百多万 替人家还清债务 把自住餐店订下来 每个月大概有五十万 他们会计讲 那时候我想五十万也还好 那我接下来 我几个月就赚回来 所以我一两两两就去接 然后他接的条件就是要把钱债 他的厂商还掉 那我不是师傅 那我想管理也OK啊 那我就进货 进货本身是菜商嘛 那若鱼这些我都OK 美好的想象总敌不过现实残酷 说好的五十万营业额 是对方所有餐饮事业的总和 不是单一间自住餐 加上黄振清对食材有所坚持 成本资源高 因为他的利润比较薄 不是没有一成 只有位数而已 那个学生有时候一个才吃三十几块 其实来一千个 他人数很多 可是他金额没有很高 好像有一年我记得 除去前两天还在跟认识的人 不知道借多少钱 几十万来发薪水 那我们其实都没减过日子 过年的时候都不好过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日子也蛮不好的 就这样苦成七年 最后还是决定放手 第三次回到市场 加油 加油 揹着登山包的客人 是特地来买黄振清的招牌葱肉包 准备当玉山宫顶的干粮 老板你说你跟什么肉 二层肉 二层肉 二层肉就是 他们就说比较软 双酱肉比较软 这颗五两 这颗要五两 一定吃得饱 最少它五两 所以说OK的 三出三进 刚回来黄振清一样是教菜 卖菜 包子店的前任老板 恰好是他的客户 年纪大了想退休 就问黄振清 愿不愿意接下来 我想说也好学一个一季吃肠 之前做餐厅 就不会啊 想说这有一季吃肠 揉饱饱饱也有饭吃 然后讲得也不错啊 那我们觉得利润也还不错 那就做啊 那揉多少 你要多拽点就多揉一点嘛 没想到揉着揉着 就这么揉出对市场的感情了 为什么你不用这个二层肉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做 就用吃肉做的时候 好像就口感不好 然后我们今天那个 雅琴啊看到 哎经过 然后他经过他还开买 说跟我们说 哎你可以用二层肉试看看啊 所以我们就尝试 用的真的不错 然后客人反应也不错 摊商给的建议 创造出明星商品 不然从来没有碰过 面团的黄振青 当初接下包子店 可吃了不少苦 他新手上路边学边卖 口味当然不是太好 客人流失 只有市场里的店家默默支持 他们也都来买早餐啊 都买个一个两个回事 就捧场啊 我都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 可是人家也都很善 人家来跟你聊天 讲讲就比较 因为他们比较久 然后像后面有叫红标的 在我忙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开烤箱 拿东西 他也帮忙拿出烤箱啊 派人来帮我们招呼 然后过节的时候 帮我们过中秋节的时候 帮忙折纸啊 折纸后 那种无私的付出 也激励黄振青 他努力进修学手艺 身影慢慢稳定 也走出自己的摊位 跟大家交朋友 更用实际行动 回报市场 嗨 老伯娘 嗨 请我两盒 好的 我再带走 好的 他这个最有名啊 我们在网路上 这个非常有名 这是殖民运糕 老板做很多 在韩式做非常好吃 我常常爱吃他的那个凉粉啊 那个这个都很好吃 他带着我们逛市场 一摊一摊的介绍 想把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人情味 分享给所有人 这也是你常来 我这吃啊 我这吃不好 我这吃不好吃 对 非常好吃 我喜欢吃肉跟鱼啊 你觉得还是在交合什么感觉 对啊 像有朋友 就吃饭聊天啊 大家都在市场里面啊 都会聊聊天啊 看运行怎么样 生意好不好啊 有没有新的什么 那以前在交菜的时候呢 不会 大家要点点头 菜可以吗 好 就给他账单 收钱就走 回想起从前的自己 黄振清也忍不住笑了 走着走着 来到他和市场 最初的连接所在 那个就是啊 黄妈妈书我店 在那边里面那个 睡觉的那种妈妈 他没赚钱 他就说做身体健康就好 所以有时候看他这边 你看他坐在那边 跟客人聊聊天 他就喜欢这样 那一辈也在这边啊 你现在也喜欢这样 也喜欢就已经习惯了 起码三进三出 离开这里又进来 对 现在就真的比较好还好 或许是心态改变了 懂得珍惜了 人生就自然变好了 对 这边